折戟沉沙且未宵 自将我喜一任前朝 东风不语周廊殿 同却春生 锁二桥 念这么一句定场诗 这个诗谁写的呢 唐朝有个大诗人叫杜牧 写的这首诗 赤帝 桑国的故事 这是什么意思呢 折戟沉沙铁类销 走在这个江边啊 从这个沉沙里边呢 发现了这么一个折断的铁戟 自将摩西任前朝 铁类销经过这个顺略的侵蚀啊 这个戟上的这个铁呀 并没有被消失 我把它打磨出来以后 才认识到 这个铁是什么时候了呢 三国赤币熬兵时候的兵器 东风不语周廊变 这就好解释了 如果说实力大战的时候 孔宁没有给周廊建来 东风不语 那么说呢 曹操将取得这个战争的胜利 哎 应用最后一句话 铜雀春深锁二桥 拿这么一件事来指代这个战争的胜利 应用曹操那句话了 懒大桥二桥于铜雀台上 这个是叫赤币 昨天我说的是三国有来的 前面这几位 昨天说的是把桥挑逃 今天咱这故事从哪里开呢 就从这个赤币开 赤币熬兵来 反正我觉得啊 看过三国的人 甭管是电视剧 而小说 这里边最精彩的 最外人的 就是这个赤币熬兵 非常好 经典的故事层出不穷 你说吧 从这个诸葛亮 过江蛇战群儒 到这个秦京会 讲干道书 周公俭 关拜水 吃虎肉 献连环 既东风 既骄 烧战船 只杀的逃兵棒 风水蒜 先灭 荡江南 那种鱼 所有过程 不知相当 也算小孩子之忠 之魁少 我说这是 那小孩 尊甲君抵哪位 我哪位我也抵不了 哪位抵不了 什么叫 你俩杀的乱兵 别能排气这事儿 这个说相有好处 用词比较简 各位 别小看我们这逛口里边 小孩子这几句 非常的简便 概括的很有深度 石谱肉 献连环 既东风 既凋零 火烧战船 这都是势力熬兵的几件大事 石谱肉 周围大黄盖 一个怨打 一个怨爱 不如之计 看泽下降书 献连环 旁股献连环 打造银魂打船 到最后乌林 赵云 从小到并惊 这么一看 眼前呢 有这么两条路 这两条路还不一样 一条路啊 比较狭窄 另一条路呢 比较宽厚 他弄得马上 手指马鞭正 琢磨 走哪条路呢 小笑来报 说机械丞相 啊 我等已经前去拿探了 这两条路啊 小路 非常泥泞 非常难走 但是呢 近乎是离 这个大路啊 好走 比较平坦 但是呢 远乎是离 还有一个 这个小路啊 我们站在山头观望 有鸟鸟出烟 就这么回事 从德文庭小笑 来到以后 坐在马上沉思的片刻 陶子乐 乐完以后我没说话 问那个仲家文武 而咱们认为 我们当走何路啊 就说你们认为 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啊 这个仲家文武 肯定是 拿这个最直观的看法说 说这城下 咱们 咱们 咱走大路啊 这个大路好走 咱们现在已经都杀成这样了 亏为假计 败荡 包装 狼狈不堪 这小路啊 世纪 咱不是不能走 隔两天咱们 老三战判 说咱们有精神 有派头的时候咱再走了 心情就别走了 再有一个城下 你都听到了 春仙鸟鸟 那可能是有这个部队啊 没锅造蛋 可能有麻也不 咱不能再走 曹孟则听完此话 仰天长笑 哈哈哈哈 哎 他们我们也乐 军事没有乐 哎 这个仲家兵是人 让曹总给乐怕 有的曹总一乐 有的把这个塑胶救新丸 都给拿出来 说丞相您得别饿啊 这一路全是您给饿出来的楼子 好家伙在那个 沐连 沐一饿 刚饿完 哭啦啦 张云出来 我们奋勤勃 把您给救出来 到了葫芦谷考 和您们一美和您有乐 饿完 张飞出来 怎么就是到了 这个岔路 您这还在这乐呀 曹董就说了 哼 而等不知啊 岂不知 这兵法所云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你们来看 这小路 虽有炊烟鸟鸟 你们所料呢 有埋伏 如果我等 走这道小路 那就住了 诸葛村夫之际了 如果没走这条小路 如果没走这条小路 吹烟鸟鸟 料有埋伏 赶走了大路了 就住了诸葛村夫之际了 诸葛村夫 周郎小儿 料我见 有吹烟不敢走 要走大路 我天天要走那条小路 来 众将于我小度前行 这个仲家文武一听 也是 丞相果然是 深谋远虑 谋略甚高 分析得有道 走吧 那叫 大队人马 呼呼呼呼呼呼 就钻进了 这条小路 这个 领包的军事 还真说对 这小路 确实不好走 道路迷逆 根本就没有整路 荆棘从生 曹操这些人马 已然杀的 非常非常劳累 再走这条路 这么久受了 一步一个坑深一脚 浅一脚 就这么着困难前行 到最后 到什么程度啊 走来走去 这根本就没有路 没法走了 后来曹操出了一主意 说这样 不是没法走了吗 看这道边 有这个石头 树枝啊 这个土啊 咱们铺路前行 一边铺路一边走 您所谓 这要铺路前行 这得漫到什么程度啊 大队人马 拿石头一点一点 电子往前走 而且军事都没吃饭的 累成什么样 搬石头往这铺路 到最后惨到什么程度啊 连石头都搬不动 那个军事有死亡的呀 有病的 有恶的呀 死亡无数 说走着走着 还没怎么着 哭在这躺着 躺着一个 怎么办 拿着军校的尸体 垫着这个路往前走 有的军事呢 就哭了 有的军事就没法干这活 拿着尸体 你说 就能上去就能上走着 那说话 说话这辈子 许昌崖都是河南人 你知道吗 说话就是这辈子 都哭了呢 怎么走着 怎么走 正好赶上曹操 吹马打这窦庞京都 看着这军事跟那哭了 曹操那脸 八打就掉下来了 哭什么哭 大反 胜败乃兵家常事 大丈夫 生又何婚死又何酒 你看老夫王 一路上仰天强孝 成郁元 成郁元 不能哭 传我将令 所有军事 再有提哭者 并斩不着 谁敢哭杀这 这小小还真听话 还说 这怎么办 可怀了 就不敢哭了 走吧 就这么一道 比较华丽的前行 走来走去还真不错 这个路啊 还越走越宽 走在一个商务之中 众人往前这么一看 过着这商务 这道路见平 这可能再往前走 这道路好走了 咱们呀 快行停 曹操这时候 站立马 坐立马 安桥上 把众家军队也要给拦住 结巴 分别走 曹操在马上 把这个地势 好好地这么看了 看 应该是不乐 不乐 还是乐一下 仰天长相 哈哈哈哈 这个呢 再乐 这回也没人比曹操 那个疲惫 罚了丞相肯定是病 终于是抽风了 不要再提了 有人 但不能一个人没有问 总得有人问 这个大将张和就过来了 插手失礼 说这个 国主 又何 又再次发酵呢 哼 为何发酵呢 国校 周郎志短 诸葛村夫不会用病 人言死二人 用兵如神 在我看来 无非是犯犯之辈 刚刚说 为什么呀 您又看出什么来了 儿童来看 此等险要山君 我等君族已经杀成这个样子了 如果老夫用兵 我先在此处埋下一君 此时节杀将出来 大家来看我们将是何等下场 我们就瞒着这儿了 不过如此 哎呀 众将与我兵进华荣 他又说这个兵进华荣道 这道兵还没说了 听这个山剑头里 哒 一声号号 瞧瞧急了 这谁接我下山的 这什么果然没说到呢 就特别是一天打一张 这城里有个城下 那个 我有个剑下山 有时候开炮 跑这身打炮完了以后 弹剑这个山剑之中 闪出了五百削刀手把 一个个 椅子长蛇镇裂开 都是二十岁老上 三十岁老下的小虎子 一个个 剑没武梦 铁胸铁洞 怎么穿的 头上戴虎皮帽 身穿虎一裙 足等虎头战军 向神仇走出 手拿着骨头的铜牌 手持一颗巨尺飞镇刀 这手刀 刀长五尺 刀头两尺半 刀杆两尺半 下有一颗金环 上面是平风飘扬的 头的刺 大刀是 刀宽 背后 刃儿飞薄 冷森森 独人二目是 光神神 要人胆寒 往身后看 一人身背一口铁胎中 挟杀凋零剑 一个个精神 不亚于这个 下山的盟口 入海的交融 中间有一颗门棋 门中左右 上写两行大字 这边是 青龙艳悦 金五昭 夏连配 赤兔宝马 大千坤 中间一个大盗棋 上边掐金边走 金线 猛翻身 龙探找 上秀几个大字 什么字 汉寿庭侯 下的这么大一个红月锅 上秀一个关 盗口大海的棋区 一致是幽东飘扬 那我们骑的下边看 有两员战将 左边那位 白黑白甲 素罗炮 白炮 一口清风宝剑 右边那个呢 造罗炮 清黑清甲 背后背的一个 胡子钢鞭 是谁 光平周三 这时候 蒙其左右一分 大盗棋 往后赠一撤 中间杀出一批杖 是赴烟之手 马上一员战将 升高八尺开外 金规金甲 吕罗跑 五柳常然 胸前飘 卧谈眉下 丹蒙眼 手中盗笠 青龙刀 这公众说 谁 关云城 关云城战立马上 倒提青龙刀 手指曹操 大喊一声 承下 关于受我家 军师之命 在此恭候承下 多时两 我在这等你半天 哎 这个曹操啊 坐在马上 已经没什么反应了 你知道吧 在这个 见张雨 见这个 赵云娜 见这个 张飞的时候啊 还有这个 就一个 很惊讶的一个 唱歌 现在已经下麻木了 没有感觉 没有办法 只可 军阅一死战 还得打呀 曹操把这个马边往这挥了 挥两下 他那后面没动静 曹孟德一回头 您再看后边这些文武仲家 一个时候坐在哪里人都拽着 都傻了 曹操说 仲家 咱们振有再战 没人就得着 承郁过来 承郁说 丞相 是 咱又让人给围住了 可以的 我们做仲将都可以上去打去 可您看看咱这匹马 咱这些马可不行了 您看看郭宇那匹马 您给的 保驾 好 仲将又漂亮了 现在金安预配 师徒烟之兽 你看 十瓦兴德 现在 你看咱 你看咱这些马 这马上就趴去了 这还甭说上 你跟人家打 师徒烟之兽 长孝一声 苦孝容淫啊 咱这些马全得趴去 一个都别认认他 曹总说 那怎么办啊 难道说 我等 束手 背擒 不成吗 就党能让官吕下来 就把我绑了 成语啊 成语啊 上前又说 说 成下 哎 事报如今呢 只能这样 官人成此人啊 赤心赤面 忠甘以反 傲上 不灵陷 欺强不灵雇 什么意思 就官吕这个人啊 非常的有这个意气 傲上不灵陷 我领导 领导要 赶给我横 那 我不说在这儿 我不说 我说在这儿 领导如果赶给我 因为我们说我 我师父接一段 每辈都说什么 领导 要是掌给我横 那我就跟领导横 我不怕 但是如果下属 就我不会欺负下属 下属人我不会行的 欺强不灵陷 如果说你很厉害 那我肯定不服你 我定要跟你分个高价 但如果说你已经很弱小了 我不会欺负 这不是大丈夫干的事 关金城 迷人这点 丞相呢 昔日 贷婚不保 今日 我劝丞相 只有 把秦相求他 那一个丞相 您上前说点软话吧 您要不说软话 咱们一个都活不了了 咱们半个人就省不上了 曹操一听啊 叹了口气 说实话 曹操干不出个事 大汉成相 好家伙 邪天子一定诸侯 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少 曹操这辈子 什么时候求过人 没求过人 但今天没办法 也知可如此了 来啊 耳等散开 一听这话就叫更急了 说成战 咱们就甭摆着头了 咱们这十多恶人 谁咋的呢 哈哈哈哈 看 曹操把这一匹逍遥马 往前提了一提 据关于呀 哎就还是 大洲瞧前那个距离 这距离最合适 拢住了四江 呜呜呜呜呜 马上一拱手 人查 徐昌毅别述载 将军别来无恙啊 曹操以来啊 说实话 这个感情上 已经有点瘦点了 真是弄了 将军别来无恙 关于常看见曹梦德 不能说一点摆都没 把这口青龙刀 往马鞍桥上这么一摁 左手一摁这个刀背 再马上稍微欠了欠身 就稍微抬抬力 这什么意思啊 这就算给曹操兄弟了 这依然是如厕 城下 多蒙城下殿念 关于 一项 安好 咱就算了 你总得说一句话 但是关于常这时候 不想多说 没有什么可说 一项 曹操一看 关于没接自己这话 大孩儿 得往下说 但我自己说了 云察 老夫不信 长江打败 但是你也看 杀得过瓦蟹冰箫 八十三万人马 是杀的这几万战将 合入骨口 乌林中 被你二历四弟 三历四弟啊 杀了个这两个 老夫呢 也不想多说 樊望将军 念其当年旧情 饶过老夫一次 曹操说的 求人的话 说不出来 是从牙奔里面 起得出来 就是说 云察 你念其当年 咱们有这份感情 你呢 饶过我一次 放过我 关于常继青 这话 莫残梅一条 单动也原争 为什么 关于常料到曹操 必然要说这份话 因为他知道 曹操 当你一杀到之前 关于常在这埋伏着 把他词都想好了 曹操肯定要提这个事 那么他提的时候 我怎么说 承下 不送 当年在请昌之时 承下带论梦不薄 然 光某解白马之围 展现梁朱文朝时 我已经到他 承下了 那一手到他 现在还说这个 再说了 关于心理想 我临出来之后前 我以立军令状 一想到军令状 牛人长的火 其实都上了 为什么呀 这个诸葛亮派将 赵云有安排 张飞有安排 满营重将 皆有安排 派完之后 违把关于 受在帐中 那关群长肯定不干 上前再问问 那丞相 为什么不派我官冒 不过他就说了 说我素质啊 云长 与曹丞相 有情意在先 我怕你 擒不住 曹操 所以我不能派 我知道你是个 忠义之人 你做么关群长 那个脾气在刘备的帐下 听着这话 他受不了 那当着主公 当着大哥呢 朱管亮现在说的 说你跟曹思勇旧情 肯定他不高兴 郭军成火了 说那个军事 你怎么就知道 我就肯定会把他放进 你要那么说 那我郭军成今天叫这个劲 我就让你们这个令 而且不光是 我立下军令状 如果说 我郭军成华人小豆 帮走曹操 军法从事 什么叫军法从事 现向上人头 与军事长相 那么说军事 你也给我交代一句 如果说 曹操没走华人小刀 怎么办 朱管亮说 好 二将军 如果曹操没走华人小刀 我也立下军令状 我现向上人头 与将军徽下 刘备在那儿紧拦着呀 这不枪拦起来吗 不能真弄死一个怎么办 这俩谁都舍不了 没完顾 这军事长写下来 官军成此时想到这个军令状 碰下一条决心 绝不能放着曹操 放到曹操我这条命令 做了单排这番话 曹操一听完了 曹操的意思啊 我只说一句 如果说管用 那么我大队人马先行 不管用拉爪 不活着 以曹操里的脾气话 大队人马八三万来到江东 统一中国 以然闹到这番天地 说实话 这个有点心悲啊 也不想再怎么着 但是 这人呢都有求生的预防 听到这个话 脸上挂不住啊 往后呢 就瞧着瞧这个 众家文物 和他往后瞧着瞧 那意思说什么呀 没戏了 人家不同意 你在看这个 后来这帮人 好家伙 这时候就德行就大了 你知道吧 又咬牙又坐牆 那意思什么 您再说的时候呀 一句就完了 您现在有什么全说了吗 再有说带着棺材里面了 好家伙 那也说了 那这 但有什么说着 您看 难道忘记当年 过五官斩六将之事吗 注意啊 曹德 翻小杖 忘了当年 过五官斩六将之事 将军熟读春秋 难道忘了 与宗之思 追 子卓之武之师 这什么意思 头头拉着点 这是春秋里边的一个故事 与宫之思 追 子卓之武之师 什么意思呢 与宫啊 和这个子卓呢 是春秋时期的两个神剑时候 射箭都非常好 指哪射 这个魏公啊 派这个乙公 来追杀子卓 眼看就要追上 两个马 差了没多长时间 神剑手呢 乙公说 如果这时候 走兽如全天带 超出你这凋零剑 弯弓搭剑 镇口搭弦 如果这一剑射回去 那子卓就会射死 这个乙公的剑法呀 是跟子卓的一个徒弟学的 也就是说 这个子卓呢 这是乙公的师爷 再有一点 这个子卓当时啊 读个人病 如果说没得病 那可能他赶不上 或者说能够抵挡一阵 所以说乙公没射 没射回去没法交差 怎么办 他把这个凋零剑的剑头啊 给卸下来 射子卓这个四根剑杆 也就是饶着子卓一刀幸福 回到卫国交令 曹卓今天把这个点 给搬出来 什么意思 关闻差 我告诉 雨公追子卓 那么说我曹卓对你的情意 就是子卓和雨公的这个关系 我当年有恩养 你不能怎么对 再有一个 子卓当年身患重病 跟我一样 我曹卓现在正是落魄的时候 我正是败的时候 你现在要把我弄了 你算什么英雄好 捡不出你有多大本事来 搬出这个点故来 文长老夫与将军 曾相识 就咱们认识 想当年你弟兄 虚忠十三 臀土山 相写三十 张辽作宝 你提个三个什么条件 那两个都帮说了 有一个 你说 一旦巡逻你家兄长下落 就是你大和刘备 你要前去相投 而且条件是什么 无论我曹卓知道不知道 你都可以走 这个条件要命的 各位 这不是个收降的条件 好 我收降于你 你想什么时候走 什么时候走 而且是归降救主 我曹卓那是大爷家 我没跟你纠结 好 来到我取舱城中 老夫带你早下 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上马今下马 也没你实名 这都不算 老夫亲自向皇上请命 侧风 军后汉手听轰 胯下泪敌倒马 赤兔千里居 乃是老夫所赐 经将军这样 大到齐 你抬头上 汉手提侯这几个字 你还摆着呢 这是老夫给你敲下来的 你这批宝马良军的 当初是我给过来 到后来 是 你寻折你家熊长下落 表彰就被 你可没跟我辞行啊 是 我没有见你 这是我的部队 你没有辞行跟走了 我要想追你 追的回来 追的回来 我追的回来 我追的回来 我不是说你一个官员 一百个官员 我也追的回来 我追没追啊 我追了 我是把你被追回来的 老夫不是 老夫率用重家文武 给你送行啊 不就昨天的事 你怎么办 大舟乔汉 马提金你不要 老夫把自己最喜爱的一个锦袍 无价值连城 无价值宝 我双手脱脱 你蹦于将军马前 大礼相葬啊 将军是怎么当时 刀条进袍 将军施大礼了 扬长而去 要不管什么东西说 走就走了吧 你问我是放走了 我住家文武 我可得罪啥 我之后我怎么服众啊 要都像你关女生样 我怎么关女我家这帮人 这些我全牺牲了 到后来你过五官战六将 林战五官战六人大将 杀函齐 五成前战菜能手机 是你关于厉害 青龙眼月刀胯下 是主烟之兽 不寒虎 但是要没有武的三道将 令你走得了 我派张刘连川三道将军 大国关羽不能阻拦 这怎么才怎么样 天下传门 关云长武艺超巡 过五官战六将 后世子孙都知道这事 那是你关云长厉害的 五官是你关云长闯过去的 不是 那是老夫给你放过去的 我曹操为什么对你这么 在这儿问一句 郭军长武为什么对你这么 爱慕将军的人 不求别 仰慕将军 我闹到这般田地 将军旧日之情 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哎呦曹操这番话 我把这架青龙眼月刀往空中这么一抬 我这一抬都不要紧了 早早下落下了 这要干啥 往下一落 省省省省省就把我踩了 关云长武 把这架青龙刀在掌中这么一抬 一圈这一大马 把这马头就出了那个了 口中喊了一条军令 人马散开 军随将军早出一声 人马散开 五百小刀手 刀砍一声 刀砍斧舵一般 在这虾谷之中闪出了一条人狐通 曹操在这马上一开始要害怕 逼 他等着关云长下这个沙天的命令 等着完全没动力 等再一个睁眼 你看呦 关云长队龙裂出了一条人狐通 甭问呐 这时候要往我走啊 云长大义呀 我没白交 赶紧一回头都没敢大声说了 这一帮人啊 就穿过这条人狐通 但是 还没等穿过 这个队伍走到一半的时候 山旁有一个爱将周仓 他就忍不住了 周仓先说军魂 您找到了这事 您糊涂了 您力的军力不壮了 您把他放走 一人头落地 但是周仓这人嘴笨 越是到这关键时刻 周仓说不出来 他招心的说不出话 那怎么办呢 他拿这眼睛呢 邪恶关平 关平能出来 跟关平是什么那意思 说两句呀 少爷 这是你爸爸 今天是父亲节 你要想明天还要不进天 你跟你爸说一句 关平也知道 管道嘛 赶紧上前报官共事 说了这么一句话 一功 一力 军力状 这话说不了 一关明长 点醒梦中人 推 我说你的军力状 这要把曹丛 放走 我回到林中 我就人头满甲 想到死 关云长过他们一走 丹芒演员一声 把这种青露朝掌灵中的一横 守吹上人 成下 西游走 就这一句话 好家伙 关云长用着劲 扩下这一致 鲁烟之兽 马拉伯伦 那个华 这么一响 战马长笑一声 你这个山武啊 我想不成一圈儿 您再看曹丛乐的可怕 在马上了都没做用 哗一下 曹丛从马摔下来 吓他 哎呦 颤颤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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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丛从地上再爬起来 这种手啊 就已经撕着人一个 怎么啦 知道关云长变化了 就他这 中央都不能够 不管他 张流张文远赶紧下马 把丞相这么一撑 丞相 说丞相你个站住 你可别发现了 你可 部队营长想把这个金融售掌中这么一横 手吹长人回头的一看 套下马 圈到这边来了 曹丛从这过去 手吹长人回头头一看 曹总也看关羽 四目相对 曹总都哭了 实在的 为什么哭 三点 首先来说 失望 我对关羽不错 我这么交难 没交加点 还是要杀 再说 落魄 难受 惊吓 全攒在这么一块 曹总也没想 脑泪纵合 曹总那年多大 曹孟德那年53了 赢过半百年纪 汉朝53 跟现在七十多 七八十老头差不多了 那是个老头啊 老泪纵合 当着呢 仲家文武那暑假 这丢多大的 老泪纵合 张文远 手掺曹孟德 张辽眼睛也看了关羽 等于说现在六只眼睛对了一块 曹子 关文长 看完这个曹总之后啊 拿眼睛到旁边一看张文远 一看张辽 关文长更卡下心 一看张辽想几事更多了 张辽对自己更好 从古山约三世 人家张辽 山上一趟 山下一趟 跑了多少趟 倒下了关羽 二家黄所 性命无用 我到许昌之后 那是我最好的朋友 曹总三人一小夜 五一大夜 张辽恨得一天一夜 我处理许昌 把张辽 追赶于我 过五官斩六将 人家张辽带着令箭 一道一道关卡给我放行 到今天再看张辽 再看看 大汉丞相 曹总 好 这两个都没法看 曹总现在什么样 帽子都没了 发气蓬松 这个大红颈袍 全是窟窿 没梦了了一半 这个胡子眼 就剩个胡子茬里 张辽呢 张辽还不如曹总 没有亏 哪有亏 连亏都没有了 空无本 连大腿都漏了 张辽 张辽这种看法关羽 是什么眼神 张辽看法 比曹总还难受 眼当的关羽 这个眼神当中 有这个不解 有这个怨恨 也有这个兄弟情分 不解是什么呀 说我等重将杀成这样 人长 丞相待你这么好 怎么就不能把我放进 怨恨是什么呀 你关羽诚刚才已经说了 放过等军事过去 这走的一半了 哗啦一下就帮我们结束 你要干嘛呀 男子含大仗 一个生于天地之间 无信而不理 你就说出来 放我们走了 这些人有反悔 拿眼睛一对关羽 这眼神 关羽诚 关羽诚看不了这 关羽诚心里说这话 说兄弟你不知道我有军令装 我把女人放过来就死了 但这个事情啊 就是难以预料 这个好朋友之间 各位我认为就有这个 有这个心灵感应 关羽诚拿眼睛看着张良 张良看着关羽 张良似乎明白 羽诚应该不是这种人 他如果这么做 必然有他的道路 唉 我等祖父可能就命丧一次 张良难 但张良不能跟曹操在这儿 老泪总和张良不能 张良不能当着关羽诚 张良眼泪下来 把脸又扭过去了 这手扶着曹操 就这个动作 一下关羽诚心理防线 彻底就崩溃 再也看不了 这都成什么样子 一咬牙一横心 唉 走啊 这一双令下 打得就圆满 穿过华人小道 啊 这正是 曹操兵败走华人 下方关羽 陆相逢 只见当年情意重 断开金锁 走蛟龙 好 哦 谢谢大家